好 那麼林北好友有發聲了 他說我回去就會面對司法 他說我本來就要出差 已經延後去 提早回來 我回去會面對司法 該面對不會逃避 實在也很難逃避 除非你不回來 不可能不回來 好 那麼這個謝榮介說 謝榮介語出驚人 這是民進黨的派系鬥爭 而且鬥很久了 為什麼呢 因為林北到最後的 拿個黨證出來 有沒有 拿個民進黨黨證說 我也沒有資格當民進黨黨員了 所以我就宣布退黨了 那是要給誰看 謝榮介 榮介兄說 是要給某個人 某個派系看 說因為嘉義縣農會是 陳明文在掌控 2017年嘉義縣農會成立 加吉人 這個公司叫加吉人公司 專門銷售蔬果 要募資1000萬 要募資1億 後來因為工股沒有進來 所以沒有搞成 當時林玉宏就是 加吉人的總經理 董事長是由農會總幹事來擔任 加吉人解散 是因為當年政府成立了台農發 所以意思就是 就排擠了加吉人 以後這群人就開始對吳英寧 這個基本上派系鬥爭 所以他意思說 林玉宏就是要搞垮陳吉仲 因為陳吉仲他們搞農運的 是不是跟吳英寧是同一夥人 後來陳吉仲經過兩次請吃 林玉宏就想要下車了 林玉宏是在桃園加入民進黨的 那裡是新潮流的地盤 這個人是不是派系鬥爭 大家還有得巧 意思是說還沒結束 加拿來還有繼續 那吳英寧也說 他說五年以前我就被林玉宏攻擊過 所以切榮介說五年以前就打過他 的確他自己說我就被他攻擊過 那所以到底怎樣 另外吳英寧說五年了 同一套假戲別再演了 五年以前我就被攻擊 然後所以當時讓我必須下台 他說林北郎只是其中的小配角 演得太過火大翻車 最後的主使者仍然毫髮無傷 這不是謝榮介 這吳英寧自己講 最後的這看起來後面很複雜 那這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五年了同一套假戲 不要再演了 不要再盜用我們農業的名字 來作為政治的攻擊 要國民黨不要再用同一套攻擊了 曾經在北農黨總經理被攻擊到解決的 民進黨立委參選人吳英寧 看到林北郎油翻車 忍不住講心裡話 一旦的議題 假借這個民生的議題 實質上他只是要攻擊 讓農業部長陳吉仲下台 這些攻擊的目的 並不是真正為了台灣的農產業 不是他這個事情聽起來有點 就有點玄 就是說如果說是牽扯到 這麼深這麼遠的 彼此之間的恩怨 就是說 林北郎油背後所代表的 這個派系說是新潮流 是不是 然後是不滿這個 不滿這個 吳英寧他們 陳吉仲他們這個的學運派 可是從林北郎油之前的時候 他發動的或者是說他資料的蒐集 因為事實上他的資料的蒐集和爬書 就純粹就資料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他的爆料跟那個的矩陣 是都是有所本的 他的內容都沒問題 之前都沒問題 都是有所本的 可是你看這件事情 到後來其實傷害最大的是誰 傷害最大的是 傷害最大的是新潮流 是賴清德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他第一次這個風波搞到就是 陳吉仲要下台了 那個時候傳出來說 陳吉仲要下台 可是原來是虛網一場 是蘇貞昌出來幫他講話 到第二次辭才辭成 所以背後或許真的有水降聲 但是我覺得 我們在外面的人 看得真的是眼花撩亂 就是民進黨這邊的派系 埋的恩怨竟然如此之深 林北郎真的鬥爭成這樣嗎 我覺得有一句俗言說 每人嘴乎乎乎乎 什麼叫母女求女 在鄉下常常說 相親你戳合 你可以評論好壞 但你不能否定事實 事實是什麼 譬如說我們說新郎新郎 要介紹這個很漂亮 漂亮認不認真 這個都是可以評論的 但是事實上 這個新郎有沒有缺個腿 缺個腿 新娘有沒有少個眼睛 少個什麼 這個是事實 所以如果你一旦 妹的良心說事實不符 這個大家要追究 那你評論合不合理 大家可以討論 我小時候的時候報紙 那時候老師就要說我們 新聞看什麼 社論不用句名 社論代表報社的立場 他只報社來負他的言論責任 但是新聞寫作內容 與事實不符 這個就糟糕了 可能會被告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這件事情 林北好油 它兩個部分 一個對於我們進口雞蛋 巴西雞蛋 到底這個政策對不對 好不好 有沒有損失還是有沒有獲益 大家可以討論 有人主張賺了好多錢 有人說損失好多錢 這都可以討論 但是事實是什麼 這就不容爭辯 今天林北好 最大的問題在於什麼 在於說他自導自演 就是事實 一個評論者 如果一旦你的誠信出問題 人家說你這次說謊 之前你的評論 哪些是事實 哪些是基於事實的真實 哪些是基於虛偽的評論 人家當然整個的否定你 所以有時候我們來看事情 不用談得那麼複雜 但這個動作 大家看這個動作 有一個朋友在網上說 這個人要不是不常戴眼鏡 要不就是不常掉眼淚 哪有戴著眼鏡掉眼淚 要擦眼淚的時候 是連眼睛一起擦的 所以我是覺得 這也是一個觀察的方式 所以我是說 到底一個事實 我們要看事實來討論 還是看到評論你欣不欣賞 如果是看評論你再不在意 那是看立場 那是不是事實 這個交由司法去解決 我倒沒有注意他是不是 他有拿下來 他有拿下來 我只是當時覺得說 就這個威脅值得在 你目前哭嗎 我想說這工作人員 被威脅多了 寄恐嚇性什麼樣 加強病患 什麼要哭成這樣子 我覺得抗壓性態勢 我當時只這樣覺得 所以他戴著眼鏡哭 好不好 民進黨現在說是 藍 白 抹黑產業鏈 就藍跟白 聯合起來一個產業鏈 還有中國帶風向 從頭給你一鍋煮了 才搞成這樣 聯合報的媒體意思是說 檢方還是要繼續查 不能說因為製造推 這是一回事 但他講的前面 到底是不是 那不以人廢言 到底是不是 這個很重要 這不是因此就算了 現在民進黨是說 黨功背後是曾明忠 所以朱立正要吃黨虧 侯爺要道歉等等 這剛剛說的 全部一鍋了 重點是你們沒有向人民 道歉你們雞蛋錯誤的政策 這個才是你們 要向人民道歉的地方 然後現在又以偏概權 然後用浴蓋米漿的方式 然後就說 另背好油的問題 都不是民進黨政府的問題 重點是現在台灣人 大家對於食安的擔心跟擔憂 政府才應該跟人民道歉吧 你現在去指別人說 因為他的 重點是這些人都被騙 現在人連進口這麼多雞蛋進來 他流到哪裡 道歉都沒有講過 都講不清楚 光這個事情 怎麼就負很大責任 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常常那個邏輯搞不清楚 本體是什麼 你要討論這個事情 這個進口雞蛋 整個就像剛剛中文也提到 進口這個政策對不對 這個政策之下面 就算政策不對 當然要負責 就算政策是對 執行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因此獲利 有沒有因此受到損害 都要搞個一清二楚 這跟黃曙光一樣 對不對 在抗馬文君說 你新的劍沒有裝潛望鏡 沒有裝電池 將來會不會有問題 你就針對這個回答就好了 就搞一個 有立委為了因投小利 然後招我們麻煩 那是兩回事情 我們經常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因此就似乎可以轉移焦點 在那邊 到這裏 那裏 我們就會不會有問題 我們應該通常 的 ELEC ��